台東這邊也陸續傳出了災情台九線 靠近資本路段 道路上出現泥流 當然讓民眾非常困擾 而台鐵往返花蓮與台東的東部幹線列車 還有南迴線都停駛 讓旅客相當無奈 滾滾泥水淹沒路面 馬路變成一片積水 颱風山陀兒來勢洶洶 帶來狂風豪雨 台九線靠近資本路段遭暴雨猛炸 原本平坦的道路上 出現泥流 雨水不斷沖刷 讓馬路成為小河 柱子被大風吹斷 橫躺在路中央 台東線青海路在二號晚間 受到颱風山土而影響 有多個路段泡在水裡 讓民眾相當困擾 而東部地區仰賴的台鐵 也有多部列車被迫停市 台鐵這邊已經貼出了公告 包含是說這個東部幹線的 對號列車是往返在花蓮 以及台東之間是全部停市 那麼這個區間車 車則是有正常形式 台鐵往返花蓮與台東的東部幹線 列車停市 南迴線更是全線停市 讓滯留當地的旅客實在好無奈 只能趁著風雨較小的時候 趕緊先到車站換票 台風山土而席捲台灣各地逐漸出風雨陸續傳出災情 民眾還是得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記者王仲君成為想台東藏不到